所以物理乃至于后来的应用数学 选择了空间向量 那么就算在纯数学里面 四元素也渐渐地不见了 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就是不美总比不妙好 妙就是实用 好用 这个美呢就美不解释了 反正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Hamilton心中认为 这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四元素是个完美的东西 它有非常多好的性质 它向下相容 然后它开创了一个 没有交换率的数系 一个抽象的代数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又非常有用 因为它向下相容 所有时数跟负数 也就是平面上 直线上 空间中的几何性质 都可以用这个四元素来处理 这是一个完美的发明 很了不起的 但是物理学家跟实用的人 运用数学的人 会觉得它是 它太庞大 它太庞杂 我们不需要这么完美的东西 我们要它好用就好 我们需要它实用就好 那么当时的数学家 为什么这么痛恨空间向量呢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数学上 难以忍受的这个 等于说残缺 怎么残缺 第一 它不相容于实数 它就是向量 它就是向量 它并没有说 你去掉了什么以后就跟负数一样 去掉了什么以后就跟实数一样 就是不相容 第二呢 它自己没有一个代数体系 向量跟向量做了内积以后 不是向量 在一个代数体系就是说 你两个元素做完了运算 你还得在那个集合里面 但是向量跟向量做了内积 比方说 它出来就是实数 它就不再是空间向量 所以它不会自成一个体系 它甚至于不满足结合率 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 你看 I跟J做外积等于K K再跟J做外积等于负I 所以I乘以J 括号再乘以J 答案是负I 但是如果把括号挂到后面去 后面J乘以J先做 那我们知道那是零 零向量 那跟前面的I在做外积 它还是零向量 所以就没有结合率了 没有结合率在数学上 意思就是说 任何东西的三次方 都是不能定义的 就连乘积 对不起 应该说连乘积 是不能定义的 三次方可能也不能定义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能忍受的事情 结合率是所有的运算 我们最最基础 一定要保持住的一个性质 还有没有消去率 消去率是什么意思 就是AX等于BX 我们知道X不等于0的话 就可以消掉A等于B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因为你把AX等于BX 把这个BX减过来 提出做分配率 你就得到A减B乘以X等于0 那我们的先决条件是 要乘出来一个0 一定有一个是0 如果X不是0 那A减B就是0 A减B是0 就A等于B 对 所以消去率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两个不是0的东西 乘出来一定要不是0 对不对 两个东西乘起来是0 那一定至少有一个是0 这个 这其实这叫消去率 但是呢 外积就不是这样 刚刚我们才看到的 I跟I的外积就是0 J跟J的外积就是0 我们在高中学过 平行的向量 外积就是0 所以那种乘法 它没有消去率 所以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没有结合率 没有消去率 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象吧 19世纪的后期 大家为什么这么讨厌 空间向量 但是 如果用空间向量 写出这个向量形式的 Maxwell方程组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 很少有同学看得懂 这四条方程 我们就把它当 当图画来看就好了 这就是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就是 像天书一样 不过 大概我们看得出来0 对不对 我们认得0那个字 好 其他的都认不得 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就是简洁 非常简洁 用四元素 反而没有这么简洁 东西很多 而且要学的门槛很高 你要花了 你等于是花一个月 学一种新的语言 然后再拿这个语言去学 真的要学的东西 像电磁学这种东西 这是让人觉得 在实用上面是很不妙的 在教学上面 在学习上 在应用上 都是很不妙的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不美中比不妙好 所有的创作 所有你的创新 创新的东西 不一定可以卖 或者说创造力 不等于竞争力 你有创造力 你做了一堆新的东西出来 但你不一定 卖得赢别人 所以一个创造的 新的东西 要能够卖出去 美不美 当然也蛮重要的 妙不妙 可能更重要 是不是让人觉得 这个妙啊 好用 实用 加钱当然也要很合理 这样你才有竞争力 你这个创造出来的东西 才能够卖得出去 最后我们谈一点点 数学上的事 这个向量 其实从我们刚刚说 前面说 复数的那个秘密 被挖掘出来 在空间向量里面 它被落实了 这个内积外积 或者是三叠积 都是有对应到 这个空间几何的一些性质 其实它相当于是 揭发了坐标的秘密 坐标在笛卡尔的时代 它就是画了一个平面坐标 有X有Y 所以函数曲线 就可以函数 或者方程式 就可以变成曲线了 那到了三度空间 一样这个曲面 就可以用方程式表示出来 或者函数图形 就可以描述曲面了 但是 这样子的坐标的用途 就像是给了我一张画布一样 它是被动的 它就是一张布 一张画布 等着数学或代数 或几何学家 在上面画画 它自己是没有威力的 就像一张布 它自己没有什么威力 它不能删掉什么东西 它不能产生什么东西 它就是静态地放在那边 等着别人画上去 但是我们知道了 内积 外积 行列式 这些性质以后 变成坐标本身是有威力的 有威力的 就是给我一个三角形 给我一个三 比如说给我一个三角形 我只要在这个三角形的旁边 不管怎么样设立了一个 设立了一个直角坐标系统 然后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把它量出来 用单位长把它量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外积 或者做行列式 我们就知道它的面积 当然这个面积 是相对于这个坐标系统的 单位长来说的面积 我们就知道它的面积 所以这就是一个 而且做行列式 做内积 做外积 这些计算 看起来是非常的无聊 我们都没有测量脚 就变成这个脚债也没有关系了 我们就等于是有了坐标系统 这个坐标系统 还有它自己的功能 在有了向量以后才出现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教平面 没有去学平面向量 我们的平面坐标系 等于没有学完 只学了可以说只有一半 可能比一半还少一点 同理没有学空间向量的话 我们的空间坐标系 也就没有学完 所以这一个秘密 就好像物理学家 找到了解开了原子里面的秘密一样 这是一个威力巨大的事情 在数学上跟其他的科学 跟工程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Hamilton 他漏了什么吗 是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 所以他没有想到真正的空间数 也就是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只有三项的空间数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还可以有交换率的空间数 有没有更简单的空间数 只是因为Hamilton遗漏了 没有想到 后来在差不多1900的20世纪的 要开始的时候 一个犹太的数学家 终于证明了这件事 当然这里面的很多细节 我们就不说了 那个证明就是说 Hamilton并没有遗漏 空间数 就是我们大家想 我刚刚说那种 难道不可能有的那种空间数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数学上可以证明了 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 那么美好的空间数 是真的没有 所以四次元 五次元 六次元 就不要去想 很不幸的 数学并不是每一个观念 都可以一个次元 一个次元 一个维度 一个维度的一直推广上去 就是没有 直线有 平面有 空间就必须那么丑 或者说必须那么复杂 他要美 他就要非常的复杂 他要实用就得丑 那四次元呢 没有 OK 没有一个可以在四次元空间里面 写出来的像数 一样做加减乘除计算的东西 没有 好 所以这就是 等于是把我们今天的故事 在数学上又做了一个完结 那么高斯没有想到 那么汉明有多人想到的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可能再去做一个更好的空间输出来了 可以看这个效果 可以看这个效果 就算了 如果行出来 那么哟 我可以看这个效果 一些效果 然后